喂 哈佬 欢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rthur 我们今集想讲一些健康的食谱 未来的夏天 很多时候都可能有些水上活动 船披 或者去沙滩 太肥 可能不好看 所以今集会分享五个简单又健康美味的食谱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究竟我们平时出去带饭 或者上班 或者是轻便一点 怎样可以做得好吃的 我们不如先介绍第一个 牛油果青瓜酱 配搭这个烟三文鱼的麦包三文子 其实这个食物不论是pack lunch 或者做早餐都非常一流 眼前就是我们需要的材料 假如你在家做早餐 其实你可以做多事都可以 好了 不特别说 首先两只蛋 然后番茄 柠檬 青瓜 最重要是烟三文鱼 因为其实材料都非常自由配搭 我们要少少柠檬汁 转到牛油果里 防止它氧化 牛油果可以中间开一刀 然后拧开它 用刀尾的部分 将中间粒锅就挑出来 你要留意你的牛油果要够熟才做到 假如不够熟 那就不如买些熟一点 然后就用一只铁匙羹 将我们的牛油果肉挑出来 你可以选择用搅拌机去搅碎它 又或者像我这样 用刀去切开一粒粒之后 放入碗里慢慢压 因为只有一个牛油果的关系 我就选择用刀自己切 然后下一步就可以给适当的调味 就是最简单 盐和黑胡椒碎 记得 柠檬汁擠下去 拌均匀 就让它防止氧化 这个很重要 但当然你不怕它变黑 你不用柠檬汁都没问题 我们押到它变融之后 其实你会明白了 牛油果没有什么口感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切一些青瓜粒 目的其实就是要增强这个清新的口感 和青瓜爽脆 是可以令到那个牛油果酱的口感更加美味 中间的核记得要去掉它 因为中间的核是有机会出水的 假如你装饭的话 第二天你的整份三文字就会湿了 记得记得 我们只要肉的部分 切完条之后就全部切粒 那么多粗多幼就你自己喜欢了 我就喜欢幼少少吃下去 就有些东西搅拌一下 太大够又 这个酱很奇怪 好 拌均匀 我们放在另一边 好 切番茄 番茄我们洗净抹干它 用刀去把它切片 不用太薄的 切开一片片就可以了 去到我们的定位置就停下 因为定位置我们不吃的 而且很硬的 好 然后就切两只烧的蛋 就是这么多了 我们下一步就可以砌我们的三文字了 为了个牛油果箱可以擠得起来一点 平均一点 我就建议一个这样的袋子 这些袋子在红培店买到的了 进去之后就在定位置我们剪开它 即是切开它 然后就可以很轻易把酱擠在包的上面 就装饭 把保鲜纸铺上去 然后放快包 把我们的牛油果青瓜酱擠在包的上面 可以轻轻用我们的羹叉去铺平它 厚一点出来的效果和口感都好一点 然后铺你喜欢的材料 这次我就有这个番茄和煞了的蛋 是全熟蛋来的 然后铺上我们的烟沙文鱼 就是这么简单 假如做多事面那块包就不需要了 直接切半吃得 这次这个包其实你可以放在冰箱两天 就是说你多做几份 第二天带或者做多个给朋友吃都没问题的 我们吃的时候就可以撕开保鲜纸 又或者现在我想吃就这样切开一半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材料其实都非常吸引 非常丰富 假如大家觉得整包没新意的 我们做一个紫米卷 这个紫米卷清新之余由低卡 今次的材料有大约200克的鸡扒 那就已经预先解冻 撕了皮了 假如想再健康一点可以用鸡胸的 然后有红萝卜 有少量的青瓜 两份的生菜 两只虾和小小的护士 第二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这个的紫米卷 最后拿来包的 好 第一件事先调味 鸡胸肉或者鸡扒 用我们的日本豉油和日本的酒去腌漬它 就浸它大约是10分钟 让它入一入味 让它底味先 然后下一步就将青瓜切条 这次就切粗一点都没问题了 然后红萝卜就一样切条 红萝卜因为它比较硬身 就建议是比青瓜幼一点的 然后两片生菜将硬了或者变黄的部分切走它 然后再开细分 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进入煮食的步骤 先煮滚一点水 我们做一个入色的上汤出来 就让那个护士和我们的鸡 可以入味之余再煮熟它们 大家可能都很奇怪了 为什么无端端要做一个几天的减脂餐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我经常出去吃饭 或者在家经常吃了很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不如查一查究竟自己的内脂高不高 大家都明白了 经常出去吃饭或者喜欢煮食的 那怎会不喜欢吃东西 不论做多少运动都好 其实有些位置都很难减减的 做完试后发现内脂都挺高的 而且某些地方脂肪比例更轻微超标 所以我就试了Franco烧脂123这几个烧脂产品 其实很有趣的 它们有三个product 第一个叫一号仔 这个一号仔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用来做这个热量控制的 打底东西来的 在吃饭之前吃可以咳油咳添粉质 即使运动量少都可以活跃我们的能量消耗 而且每一包都非常方便 一撕开就是那一餐要吃的份量 然后餐后就可以吃二号仔 一天吃一袋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烧脂的营养素 就分解和燃烧脂肪的 然后这支三号仔就非常之好 很喜欢的这个 其实这个product我是一套 我吃了大约是半个月左右 是有些分别的 不过结果迟些才和大家分享 吃之前就移运它 其实有些什么要用呢 就是用来燃烧脂肪的 最效果就是在做运动之前吃 令到那个烧脂能力会加三倍 或者是你走路出街吃它 都可以提高这个烧脂效果 或者是餐前吃都可以增加这个饱肚感的 好 我们继续煮饭了 就可以把我们的护丝、虾就先煮出去 由于我们的护丝是很快熟的 我们是用个汤令它吸味就放在一边 然后当那个汤再滚起 就可以把我们的虾拿出来 稍后就自己剥渴 然后就放我们的鸡扒进去 鸡扒我们放完它之后 它的水温会跌 然后它会再去滚起 当它滚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收回小火 用这个温度去煮它五分钟 鸡扒就会是煮熟之余 不会煮露的 还有这个是汁水的味道 虾我们先切一半 假如你幸好撕渴的时候 它会脖起一条腸 假如你不幸好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 将条腸捉走它 就是这么简单 鸡扒我们煮好之后 就拿出来印干它 那你可以其实用鸡胸肉的 鸡胸肉你可以用手撕开一条条 其实吃下去的口感 比就这样切开一块更加好吃 不过鸡扒吃下去就爽口一点 鸡味又浓一点 是不是 好了 然后留意我们的芝米卷那块纸皮 对不起 不是 那个芝米卷的块皮 我们用清水浸它10秒松一点 就好拿出来用这个湿纸巾 即是湿毛巾 印干 假如你根据包装浸它 浸到透透了 它基本上你一拿出来 它就粘得飞起了 那么你可以砌回我们的材料上去 首先放一只虾 令到出来的效果有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然后放这个生菜 放我们其他的料 一下包进去卷完 搞定 假如想再漂亮一点 可以在卷一半的时候 将两边收进去 先再卷在一起 不过留意一下 那些料不要那么长 太长的话会卷卷 其实吃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你可以每一份包保鲜纸 拆开之后就这样吃它 咬它就可以了 假如想摆出来漂亮一点 有仪式感的 就可以用刀切开一半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材料其实都非常健康 看起来也都非常开胃 吃的时候你可以点点点醬油 或者是点点点你喜欢的酱汁 这样就搞定了 然后这个就是会满足到大家想吃面的朋友 用味噌炒出来的海鲜丐热面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包括已经解冻调味好的材料海鲜 两个汤匙的味噌 小量的蒜蓉 半个干葱头 小小的大葱丝 好了 我们这次首先做个高汤出来 就用这个达士的汤包 煮滚之后收小火 我们浸煮它三分钟 这个时候可以将我们的料头全部切碎 几碎什么形状其实不要紧 用来起锅用而已 然后味噌可以加入清酒、味淋、醬油 割在一个汤匙,我们推开它 这里其实就足够我们煮一个矩约面 看到它的稠身程度都挺刮身 下一步就可以将我们的汤包拿出来 首先矩约面我们就拆开包装 晾干水 用一张厨房纸就插插它 缩一缩多余的水分 这个时候就用一只二结架 加些油下去,我们加热 好了,首先第一步我们炒香我们的料头 包括干葱头、大葱圈等等 下一步就可以将我们调味好的海鲜粒加下去 顺底提一提 Fanco123其实都是一个补充的产品 叫做内脂的消解营养素 很适合一些喜欢吃肥腻内脏东西 或者是喝酒的人 不过这个就留下之后再说了 好,这个时候将海鲜粒拿出来 将我们的味噌加下去 加入一瓶我们刚才做的日式上汤 先退开它 这个汁是用来吸我们的金菇、吸我们的蒟蒻面 由于它们没有什么味 所以就有这个味噌和这个上汤 去令到它们突然间好吃了 假如想它再香些、再稀身些 可以将一只蛋发芮 倒下去一起炒 这个蛋就尽量最后才放下去 你推得太久,它稀身了就会起粒 好了,然后到最后就可以将我们的海鲜粒 爆起锅的料头加入它 我们就轻微再去炒匀 其实今次这个乘感海鲜味增举面就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这个面不论是热食也好 冻食也好,都很好吃的 最后可以撒上少少的紫菜碎 就令它更好一点,再香一点 好了,然后有些朋友无饭不宽 今集这个食谱可以考虑一下 Keep Fit饮食都要均衡 所以每次有碳水、蛋白质、脂肪 其实都最好不果 今集我们用这个三文鱼去做这个饭鱼 煮饭的时候有一半其实是加了礼物 所以整个饭突然间变得高纤了 突然间健康了很多 好了,我们眼前的材料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第一件事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三文鱼调味 盐和胡椒粉基本的底味就可以了 三文鱼除了是有鱼油之外 它都有很丰富的Om3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饭鱼会很不健康 还有相说,吃完一个之后你都已经爆了 好,下件事就用平底锅,加些油下去 我们烧热它之后,将三文鱼的鱼肉先煎香 然后煎多少呢?煎到你看到一条熟的边在下面 我们三文鱼不可以煮到完全熟透的 如果它完全熟透的话,它会很粗 这次可以示范一下去煎三文鱼柳 假如你不是做饭鱼的,你煎三文鱼也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每边煎到看到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可以把它反转,好了,我们煎香一块皮 这块皮我们想要脆的话 你记得可以将一只锅打斜 煎了些油去自己的边之后,就倒过去 这个做法就有少少是将鱼皮半煎炸 就非常容易获得到很香脆的鱼皮了 好了,然后两边都轻轻煎它 这个时候拿出来,找一张厨房纸饮干 可以看一下鱼皮有多脆 这次这个饭团,其实半份的三文鱼就可以了 我们将它用叉,在它盖到盐水之后 可以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的青瓜粒、洋葱粒 当中我们已经将那个三文鱼皮拿走了 因为其实三文鱼皮在里面基本上是很难拆得烂的 然后将我们的饭都加进去,拌坏了 其实这个方法是简而办 假如你需要再专业一点 你可以将那些料全部塞在饭团里面 不过大家其实想吃饭团好吃 其实你什么做法都不要紧要 好了,换一张保鲜纸 就将我们的饭插成一个锅 粘在一块之后 就用手去按它变成扁的三角形 平均去插它每边按一下捏一下 就可以将它印上去我们准备好的芝麻粒上面 然后将一块的纸材包住它 这个饭团就已经完成了 假如你担心纸材会腍 你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吃之前才包下去 好了,来到第五个,亦都是最简单的一个 做一个沙律吃下 有时候都想吃得轻轻一点 好了,今次介绍一下 首先是一包我们会平时外面买到 现成洗好的沙律菜 这些杂菜来的 今次用到半包 然后适量的蟹肉 罐装即食蟹肉 然后适量的飞鱼籽 旁边的都是牛油果 加上它的朋友的柠檬 好了,牛油果今次我们开了之后 撕了一粒锅,拿些肉出来 这次就不需要把它完全打烂或整容 我们要用牛油果本身有的口感 我们就撕出来之后 就把它切粒就可以了 除了用牛油果之外 大家可以加入这个青瓜粒 都可以提升这个青芯和它的口感 好了,牛油果就给一点点调味 盐和黑胡椒碎 然后适量的柠檬汁,防止它氧化 拌好之后就可以和我们的沙律杂菜放在一起 将剩余的材料加进去 蝦肉就建议分两批放 拌出来会好看一点 由于想它们粘在一起 今次会加少许沙律酱 这个沙律酱是低脂的版本 比传统那种脂肪少了50% 然后加上剩余的蝦肉,拌多一次 然后飞鱼籽可以加进去 假如大家用这个三文鱼籽,亦都可以的 不过三文鱼籽在搅拌的时候 就小心点不要搅拌它们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五个食谱其实都非常健康,非常容易做 要烧脂,要保持健康,就是一二三这么简单 到最后想和大家说一声 只要大家在FANCO的registration page登记 就可以获取到50元的eQPont 链接会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买指定的烧脂产品就有折扣优惠了 好了,我们今集的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说多点我的减肥结果 好,下次再见,拜拜 好,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